站在高楼即将结束生命的这名男子 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 可因为一些原因导致他宁愿自杀 也不愿意被人抓走 这背后的引擎到底是什么 这名男子名叫莫拉 曾经的他非常颓废消沉 每日只会靠酗酒麻痹自己 因此女友也选择跟他分手 工作上和爱情上双势力的他 失魂落魄地在大街上游走 却遇到了前妻的弟弟修德 修德见到自己姐夫竟然变成这副鬼样子 于是给了他一颗药丸 告诉他这是可以开发大脑的药物 反正自己人生估计也没什么前途 莫拉就选择吃了这药丸 没想到这药丸竟然真刺激了莫拉的大脑 他靠着被刺激的大脑开始写作 而这份作品也受到了编辑的青睐 但是当他一觉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啥也不会了 原来这药丸只有一天的效果 得知这药物神奇的莫拉马上去找修德 却发现修德竟然惨死在自己家里 家里像是被抢劫了一样 莫拉感觉罪犯一定是在找这药丸 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灵 莫拉在修德家里饭香倒柜 总算找到了一整包的药丸 有了这药丸 莫拉的人生简直像开了挂一样 三天学会钢琴 外语一听就会 在各种床所 自己就像主角一样耀眼 因为这个药丸 一个屌丝 逆及成了高富帅 有了钱的莫拉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在这海边派对的时候 莫拉众生跳入海里 顿时想到 药丸的能力不能这么简单的利用 于是 她开始学习炒股 并从黑成为大哥手里 借了十万元做本金 在短短的一段时间 她将十万变成了两百万 这强大的实力 很快就被一位金融大佬给看上了 她让莫拉在最短时间 将一家公司给并购下来 这对于有药丸的莫拉来说 简直是轻而易举 但是莫拉也想到 自己不能长期依赖这药丸度日 所以想看看自己的 莫拉不吃药丸 就能并购公司 可在看文件时 莫拉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很快 大佬就再次邀请莫拉进行交谈 可是莫拉心思却全在电视里的谋杀案 因为就名女子 曾经跟她发生过一次关系 但她却完全想不起来那碗的事情 她不知道是自己喝多的原因还是什么呢 正好 前妻给莫拉打来了电话 告诉她 这药丸是有副作用的 于是莫拉翻开地底修德的客户通讯录里 一一联系 却发现 这些吃过药丸的人 几乎都已经去世了 在跟前妻见面时 得知这药丸一旦停止使用就会死亡 但是可以慢慢的中断 得知这消息的莫拉开始选择减少用量 可却在一只服药的时候 遇到大哥追赞 大哥看到莫拉手里的药 想也不想就直接服下 当莫拉将十万元取出来要还给大哥时 药丸的秘密却也被她得知 所以她威胁莫拉 给她定期提供药丸 为了摆脱大哥 莫拉花钱雇了两位打手保护自己 可就在她忙于并购公司的时候 警方却找到了莫拉将她逮捕 因为先前监视报道的死者 临死前跟莫拉在一起过 于是莫拉花钱请了一位牛逼的律师 洗清了自己的嫌疑 变购计划还得进行 在签约的那天 变购公司的老总却没有来 因为她也是药丸的使用者 但是因为没有药丸服用 导致身体越来越差 所以她派了一名大叔 将跟莫拉有过关系的那名女子给杀死 而给莫拉辩解的律师也是老总的人 她在莫拉的西装暗格找到了一整包的药丸 没了药丸的莫拉失魂落魄的 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 而黑社会大哥也早已离不开药丸 于是带着工具来到莫拉家里想抢药丸 而这也是开头莫拉想自杀的原因 因为她也没有药丸了 而没有药丸的大哥肯定会杀了自己 但在即将跳下去的时候 莫拉却想到在一个罐子里还有最后一颗药丸 她急忙找到这颗药丸 却被突然闯进的大哥给吓到了 导致药丸又丢了 抓到莫拉的大哥不急不慢的将药丸正确的使用方法 告诉了莫拉 并在她面前掩饰了一遍 可是因为话太多 就被莫拉给反杀了 倒了出来的莫拉 得知先前抢走药丸的律师 并没有交给老总 导致老总去世了 对老总忠心耿耿的大叔 在莫拉的支持下杀了律师 而莫拉也找回了自己的药丸 多年后 莫拉即将进行总统竞选 而惊动大佬却来威胁莫拉替自己办事 因为大佬已经控制了所有药丸的秘密制造 在莫拉送大佬上车时 她不急不慢的告诉大佬 自己不需要依靠药丸了 聪明的自己早已改良了药丸 莫拉早就摆脱了药丸的控制 故事结束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科幻电影 如果在现实我们也有这药丸 那简直太牛逼了 可怜的是现实没用 也许以后会有 但起码少年永生之年是见不到的 这种科幻片也只能用来歪歪一下 我们的人生还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大大实实地努力学习 靠自己奋斗成为人生赢家 不要抱着异想天开一夜暴富 有人有着命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的 更多今天的视频请关注少年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